大家好,我是 Chartreader Club 这个星期的市场,直到妈妈都不认得 有多家大型公司,业绩公布,又有联储局会议 上个星期话口未完,星期一个大市就大跌 跌到 VIX 近乎 40 的高位 出现了 Capitulation Day 即是一个恐慌抛售的日子 但是当日又即日回升 美市回升,出现了一支 Bullish Pin Bar 或者叫做 Hammer 或随头都得的 Candle stick 形态 是不是大期职日已经出现了呢? 市场是否恐慌过后已经跌完呢? 但是在大期职日之后那几天 市场每天都高开低收,又令大家很担心 星期五,终于大胜出一支大洋竹 又令人重拾咨询 大型股出业绩,其实数下超乎预期地好的都不少 但是有些公司,例如苹果,出完业绩之后 变成青苹果,在这里狂升 但是为什么有些公司,明明业绩很好 但是又要吃大红肠大跌呢? 难道市场没有做基础分析,不懂得估值搞错了? 大家要留意本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养的分享 以及教学的用途,并非投资建议 大家要小心求证,衡量风险才会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类影片,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最重要不要忘记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越多人like,越多人subscribe 我就愈有动力制作同类的影片 也可以拿回Jazzie Livermore 的名言 A prudent speculator never argues with the tape 审慎的投机者是从来不会和股价走势争辩 Markets are never wrong, opinions often are 人的意见是会错,市场永远不会出错 这里是指投机者 如果觉得自己是投资者,就当我没说过 上回说到大市出现单周跌幅多于4% 这种情况之下,一般都会出现调整几深下的市况 目前标普500指数跌了12.3% 纳字已经跌了18% 在星期一出现了Captulation Day 关于Captulation Day是什么? Captulation Day的历史数据 我在9月的时候已经出片讲解过 未看过的朋友建议可以看回 连结我放在下面 Captulation Day指标普500指数当日是下跌 包括当日的日落低过之前那天的日落也算 而Average True Range to Price Ratio 是大于4%的日子 那星期一是Captulation Day 在当日市插得很深,然后即日反转 出现了Bullish Pin Bar 高收 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大期即日 大期即日的概念,源于大时代这一套神剧 那一套剧大结局那一天,市就夹爆了丁鞋 丁鞋是做淡的 那一天,市升得很厉害 那一天就叫大期即日 香港的老股民应该会记得 2007年8月17日那天的港股 都是大期即日 那一期恒指由23,500 点左右的高位 用了十几个Trading Days 就跌到21,000 点 然后在2007年8月17日那一天 那一天开市之后,去到下午半天 就跌了1,000-2,000 点左右 去到19,400 点左右 接着就出了港股直通车 北水南下的新闻 在下午咬腰上21,000 点上 由那天低位计 升到2007年10月底 港股高位的32,000 点 恒指在两个月之间升了64% 你想想,是大市指数 两个月升64% 不是二三线股 你可想而知,当时我们持有个别股票 是升了几点呢? 当时真的日日升,日日数银子 但其实即日,自此就经常有人提及 当然是一个动荡的市况 什么券商都好,电脑或手机的介面 难免会慢了或不稳定 或出现交易不到的情况 所以多开几个券商户口 是有效控制风险的措施之一 我自己就用了Interactive Brokers 营透证券很多年 Captulation,什么大调整,熊市都试过 Interactive Brokers 的可靠 Trade 港股,美股都没有令我失望过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Interactive Brokers 的详程 可以点击下面或画面上的连结了解一下 说回关于Capitulation Day 再加上Bullish Candle 这两样东西加上所谓的大期即日 如果用这东西来做大事件底的指标 究竟有多准呢? 我之前就是这一条Patreon的专属影片 详细讲解过当中的数据 其实之后我会再整理一下 会再在Patreon更新更多 Anyway,大家猜一下 如果出现大期即日 究竟之后会有多少%的机会 在市场三个月内都不再探底呢? 探底的意思 即是指股价低于大期即日的低位 给大家想一下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因为你知了什么 你知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不能解释 但你感觉它 你感觉它 你感觉它整个人的生活 你感觉有什么不错 在世界上 你不知道什么是 但它是在那里 像一个摊子在你的心里 引起你疯 这是这感觉 你帮你给我 这是你的最终端 之后 之后 没有变返回 你拿白痴 故事结束 你醒了 你醒了 在你睡觉 你相信 你拿白痴 你留在《奇妙》 你留在《奇妙》 我会展示你 如何深入《奇妙》 答案是 只是四成多一点 至于为什么 详细的数字 我在Patreon说了 有兴趣的话 加入后就可以看 但大家知道 其实只是四成多一些成功的机会 即是比宅银 买大了更加小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2010年5月6日 美股闪崩 Flash Crash 那一天 这一天比起之前星期一 那个所谓《大奇迹日》更加重 结果市场当日还未见底 之后市场还可以再跌 在星期三联储局开会 即橙色战坠那一天 巴威尔一说话市场大跌 究竟那天发生什么事呢 FOMC 会议的结果是 今次议息维持利率不变 3月会完成所有的tapering 而3月的会议会公布加息的具体计划 在答问会上 这个才是重点 巴威尔提出 会先讨论加息 其次才是缩表 目前经济和通胀情况来看 加息的空间很大 亦都不排除每次开会都会加息 亦都没有否定市场 今年对于联储局加4至5次息的看法 在通胀方面 它说供应链问题仍然未缓解 通胀仍然有上升的风险 这个重要 但是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是过大 长远都是要缩表 并且计划只是留下国债 即是NBS 会完全踢走 今次最大事的是 不确定性并没有因为 鲍威尔提出后降低了 所以市场非常动荡 亦都很难说市场如何消化这些消息 这幅图是联储局持有资产的图表 红色蝦是缩表的时间 历史唯一可以参考缩表的时间 就是2018至2019年 缩表第一年是2018年 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就是这样 2018年年初2月3月有两脚12%左右的调整 年尾再来多一次20%的调整 当然历史只是一个参考 不会一样重演 多数都不会像以前一模一样的表现 但是可以做参考 目前我们现在的标普500指数 什么日线图的移动平均线都穿了 股价位置就好像在蓝色笔圈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当年都经历过 事后恐明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 我现在试试当作是real time 按键重演一下 当年10月初标普500指数在高位 几乎在一个直插没有水花的状态之下 就由顶位直插穿了200天线 那个星期在星期四见底 然后在星期五周末之前出现了一支pin bar 修复200天线 那还不是见底? 不过其实在那个星期 就是2018年那次出现了Spy 4加30的讯号 单周的总体股票跌超过4% 跌穿了30周线 下跌的动能非常强 总之不要理了 之后几个交易日上升了 这一局还不是够的 谁知之后那一天 就出现了一条大红场之后 就开始担心了 然后市场再破底,还要跌得更加急劲 咦,不是呀,跌到这里 有一个treeser bottom的reversal 市场已经跌了这么多 那是不是见底呢? 然后市场一口气升穿了所有移动平均线 不过20天,50天线全部升穿了 大市真的见底了 最难要 谁知过了几天,又再探底 之后又升回了 咦,这个是不是双底? 还不是更加肯定见底 那就要进场了 这一局还没出现 董兰 他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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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是標鋪 500,當年 2,800 點真的買了 是要再跌成幾兩成才見底 刺激好Cup cep靠 bacon such不尵 當然 我�연祖 在手機上的速度 之後的試就是這樣 其實問題的根源都是在不適當的時刻入場 如果試非常動盪,不確定性很高的情況下 我建議都是做 Barbell Strategy 大部分艙做極保守的東西 小部分是做高風險高潛再回報的東西 就不放任何東西在中間 這樣做的話,少做少錯,就比較容易控制 關於業績期,Rule No.1 是不要倒業績 倒好倒淡都盡量不要倒 因為結果,派彩真的50-50 你永遠是不知道它下一波玩什麼 例如Microsoft 業績很好 結果它是先升後跌 跌完之後又再升,現在收在30周線下 不知道想怎樣,做不做好呢 Tesla 很多人都覺得業績好 但是結果是大跌的 而形態上是一個 Lower Highs and Lower Lowes Now 之前跌到死了,以為衰弱 誰知業績後大彈 連帶其他SaaS 股票也好一點 蘋果業績後也是大彈 是否如某些人所說,用蘋果拖著市場呢 我一直都不買這些言論 Netflix 這些是No Hope Situation 上星期說過了 LRCX 這隻是半導體設備股 出業績後也是大插 投機型的增長股 但好像這隻羅賓漢,Robinhood 這隻真的搞鬼了 業績衰,低開十幾% 但收市是升9.6% 業績衰,但股價升 但為何有些股業績好反而要跌呢? 這樣公平嗎? 都是那句 最好戒除眾人皆最我獨省的想法 市場是做甚麼都行的 市場情緒是否很悲觀呢? 這是上星期聯儲局會議後 AII 個人投資者調查的結果 意外地,看牛的人反而多了 Investor's Intelligence, Blue Bear Sentiment 這是反映股評人的看法 看牛的人是少了,看紅的人是多了 但仍然是看牛的比例是多一點 其他指標,例如 Put to Call Ratio 是偏高的,但不是特別高 Margin Debt 上年很多人都提及過 很多人做Margin,比例很高 現在回落了一點 但相對其他歷史數值來說,都是偏高 VIX 波動指數,星期一接近40% 但又未到 比於12月的時候是高了 所以VIX 其實是一個 High Highs and High Loss 的狀態 VIX 越來越高就不是一件好事 那就要看下星期會不會回落到 總括來說,市場情緒悲觀了 但就不是極致那種 標普500指數,要看下 Retest 200 天線,30 周線成不成功 連續六個交易日在 200 天線之下 我自己怎樣都是保守一些 因為在強的牛市裏面 很少這麼多日的標普500 都是收到 200 天線下 記憶所及標普500指數 這麼多日都在 200 天線之下 有 2010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 除了 2020 年特別快完成之外,其實每次都很反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按相關年份圖表來看就知道 這裏就不特別再顯示了 如果每次,像之前的調整一樣 V 彈就容易搞,最慘就是這一種 或者是這一種,都會玩死你 所以還是小心點,要有合理期望 現在開了局,是一副爛牌 打爛牌的做法,其實不是要怎樣贏一局大 而是盡量避免出衝,尤其是出衝一些大牌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接下來就是努力新年 祝大家新年進步,心想事成 下次再見,拜拜